玩二林古堡的时候 冒险到地下道的情节 会看到一卷胶卷 位置在这边 下水道的上层 这边的工作室 如果把这个胶卷 拿回去警局的暗房冲洗 会看到两张照片 恭喜你 你开启了一个隐藏任务 这个任务一定要拿到胶卷 洗了胶卷才会开启这个任务 在开启任务之后 要到照片的地点 就可以发现宝物 第一个宝物的地点 在警察局西侧的二楼 STAR办公室的小房间里面 在桌子这边 打开来会有一个木盒 木盒里放着大容量弹夹 可以跟冲锋枪做结合 让冲锋枪一次 补装上很多子弹 另外一个宝物的地点 在警局东侧一楼的记者招待室 走进去 往左边一点点看过去 会发现 这边也有宝物 打开来看会是弹侠式争据 并且会解开宝物猎人的成就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玩游戏 我是魏维 我还会做更多恶灵古堡解谜游戏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